好,我们录制开始了 OK 大家好,我是一文 欢迎大家来到美国精神健康联盟 NAMI康俊分部中文部所带来的阅读讲座 今天将由我和我最好的朋友 也是我的同事李戴松 给大家带来有关青少年与家长 如何沟通的讲座 Liu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Hello,大家好,我是Liu 我们两位将以大学生视角和现有的经验 以及我们所做的一些research 为大家解答可能存在的疑惑 在这里请允许我感谢一下前来的各位 以及在转播本次讲座的波士顿电台 和我们Kaiser的心理咨询医师Dr. Philip 在这里请允许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 也可以把自己的疑问打在chat里 我们会在讲座的最后 如果有时间的话 跟大家一起沟通一起探讨 是的,我这次也特别感谢Dr. Philip 能够抽出时间来前来 对,特别感谢 然后就是在讲座的最后 大家如果有问题 问我或者问一文 或者是问在座各位的任何一位朋友 也可以问Dr. Philip 就是如果有问题 给大家chat里面 然后我们会在最后的时候 同意回答 特别感谢大家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 我还是想再介绍一下我们两位 因为就是可能有些人已经认识我们了 有些人还不认识我们 是第一次看到我们 所以就再做个自我介绍 大学伯克利分校亚裔精神健康学生组织Hillbridge的副主席 那么很高兴通过这个讲座见到各位 特别感谢各位 然后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在国内长大的 所以我们其实会有一些更多的经验 更多的一些关于就是留学生的一些经验吧 今天特别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 好,那么我们今天其实会分这么几个环节 就是首先呢 我们会进行我们的一个讲座 我们俩有好多关于就是这方面想说的话 关于沟通 关于overall的 千二年的心理健康的现状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第二部分呢 是我们主要的部分 我们是有一些 我们想聊的一些知识 一些关于非暴力沟通的知识 关于家长和千二年沟通的技巧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第三部分呢 就是跟我们的现场问答 因为我们肯定不可能涵盖所有的topic 所有的话题 所以要请各位的家长 就是如果你们有疑问 可以在第三部分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谈讨 那么在讲座开始之前 我们想要跟各位 以及在YouTube观看的各位 重申一下我们讲座的原则 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这个会议里 我们要尊重彼此 不论我们是陌生人 还是尊重您的孩子 或者是家长 第二点也就是 我们要保持一个开放性的 辩论性的态度 不去批评别人的理念和行动 不论你是同意 或者是反对观点 第三点是因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 拥有不同的成长轨迹和宗教选择 所以我们要尊重所有人的信仰 第四点 我们不希望在这个讲座里 涉及任何政治立场相关的辩论 也请各位注意这点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 我们希望所有人能够保持希望和乐观的态度 人生不如一时有八九 Change the way you think Change the way you see 是的 就是大家其实只要保持一些基本的尊重 我们就今天绝对没有问题 好了都是老朋友了 我们也都认识了 嗯 然后呢 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呃 是这样的 就是我当时是2018年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在国内上初中 呃 当时我的妈妈 就是她跟我说 想带我来美国这边留学 当然在很多家园内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哇 能够有机会出国深造 但是我当时并不是这么想的 我当时会觉得说 我在国内已经有一个 我很适应的环境 我当时是高一 刚刚高一完成 马上进入高二 有一个 嗯 我非常非常适应的环境 有很多我的朋友 然后我当时的学习也还不错 就是没有很烂也没有很好的样子 我很满意我当时的生活 于是妈妈突然跟我说 要带我出国 就感觉像改变了一切一样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我那时候就真的会很生气很生气 我就跟我妈妈说 哎 你为什么要替我下决定呢 你为什么要就是 也不跟我商量 就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决定 要去办手续啊 办卡 要很长时间吗 然后我就会真的 哇 不开心 就觉得她不够理解我 然后同理 我妈妈也很生气 她觉得哇 她付出了这么多心血 就是金钱方面也好 然后时间方面也好 感情方面也好 她付出了那么多 愿意给我提供一个 可能是再来深造的机会 她认为是一个 非常非常完美的机会 很多人都没有的机会 而我就这么不珍惜 我先把它就是驳斥掉了 我们两人就会 大吵特吵 就是那种 真的是吵得很激烈 两人都不能理解彼此 就这样呢 因为我当时还是个孩子 就是我也没有任何的 就一个大的决定权 最后他们持续的说服我 没有办法 我最后就 当时是 不是特别情愿的来到了美国 对 然后来到美国之后 马上 面临一个崭新的环境 我没有交到任何朋友 就是这么大的学业压力 然后就马上就要申请转学 上上大学的事情 就是 我最后就有一点抑郁 就是在美国的前两年 我其实是在抑郁中度过的 但是呢 我也没有去找寻心理医生 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 这点我们后面也会提到 就真的是那段时间 抑郁的度过 那天就是没有精力啊 然后在学校也表现不是很好啊 然后在社交活动中也是 精神萎靡 没有任何的能量 后面的事情我们会聊到后面来说 但是这个时候我想说 沟通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当时和我妈妈互相的不理解 导致了后面这一系列的一些连锁反应 或者是一些铺垫的事情 青春期是一段非常不稳定的时期 因为我们今天主动的是青少年 而不是说五六岁小孩 也不是说二十几岁的成年人 我们主动地看的是 十几岁的青年青少年 他们的心理健康是很不稳定的 他们和父母的沟通 也会计划出很多的矛盾 所以就带着这个故事 我们今天看一看 到底有什么能够去说沟通的方法 或者是说这种 面对现场能够我们去解决 能够帮助的方法 我知道今天来的很多家庭朋友 也是带着这种心态 看看怎么样能帮助到 自己和自己的孩子 这也是 特别感谢各位能够前来 所以大家可能会很好奇 或者会有一些疑问 我的事情只是一个个例 就可能我的这个现状 并不是很多人都有过相中的体会 你们可能会说 哎呀 利诱 你这只是一个个例吗 你不能代表我们所有人 但是现实不是这样的 现实情况是在美国 尤其是我们亚裔 我们这些少数群体 我们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非常的严重 它并不是一个个例 它也不是一些少数 就可以代表的事情 具体的例子呢 是这样的 我就交给亦渊来说 我非常对 李友的故事感同身受 因为我觉得 呃 大部分从国内 然后在一个青春期的年纪 过来的孩子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并且不仅仅是文化冲击吧 其实所有的这些 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改革 那么心理疾病在年轻人之中 呃 非常常见 不论你是拥有任何的文化背景 它都是一样的 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 每五个青少年中就有一个曾经 或者现在患有过精神疾病 我们今天的zoom来了 让我看一下 大约25个人 也就是说如果20 这25个人都是青少年的话 里面就有五个人 可能饱受着就是精神疾病的困扰 我本人就是这样一个 one in five 我在今年年初刚刚确诊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不仅仅是一个普遍现象 更也是一种 呃 不需要大家去 对于他非常的害羞 或者害臊 因为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 你要说出来 是的 就像刚刚因为说的 我们这里面可能就会有五个人 患有精神疾病 里面可以就是 如果是你们的孩子患有重疾病 真的是会很绝望的一个事情 然后不只是这么多 精神疾病还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比如说我们的moon disorder 我们的behavior conduct disorder 就是所谓的情绪障碍 品行障碍和焦虑症 这其中又会有很多人是 同时患有两种或者以上的东西 真的是很严重 很严重的现象 尤其是在我们亚裔之中 更是严重 像这一页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只有50%的青少年疾病 开始于14岁以前 就是在我们其实很年轻的时候 还没有正式迈入到青少年 这个过程之中 只有50%的学生已经开始了 然后3%的精神疾病 发生在24岁以前 这就是一个majority的发生现象 然后在全美 只有7.4%的青少年 能够就心理疾病就医 这就意味着 如果今天我们的会议 25个人之中 有5个人患有精神疾病 非常可能的情况是 他们5个人 一个人都不会去看医生 他们没有这种资源 他们也不会去想到 Seek for help 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没有得到正确的帮助和治疗 这种问题的发展 只会越来越严重 或者说 他没有办法恢复到 他正常的状态 或者说真的是 真的是很绝望 需要帮助的一个现状 这张表我们可以看到 这张表是比较老的一张表 它实际上是2004年和2017年的比较 2011年和2016年的比较 就是在疫情以前 我们会发现 英美两国的我们的年轻人 就包括是受众文化的熏陶 无论你是留学生也好 无论你是美国土生土壤的本地人也好 他们的情绪障碍和发病率 都是成显术上升的一个趋势 percent几乎是大跨越式的上升 这还仅仅是疫情以前 我们可以看到疫情以后 随着越来越多的这种因素的发生 或者说我们的remote study 像这种预演成的学习 孩子们在学校里 他没有办法和老师正常的交流 然后被困在家里 他没有这种正常的社交活动 我们的心理健康问题 只会越来越严重 趋势是一个成上升的趋势 无论是对很年轻的年轻人 从12岁左右 还是到稍微大一点 哪怕是20多岁的青少年或者壮年 他们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疫情真的是 愈加加剧了我们这种跨越的趋势 非常的严重 那么我其实想说 大家可能会还是有一点疑问 我们讲了这么多 关于静身健康现状的问题 他和我们今天要聊的沟通 有什么联系 为什么能联系到我们的沟通上 其实大家可以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如果在18年 我当时和我妈妈来之前 我们两个人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沟通 我能够深层地 带到她的角度去想一下 妈妈为我做了什么 妈妈她的有些难处 她给我提供了什么机会 她的出发点是什么 而妈妈也一定要 带入到我的角度去想 我的孩子在 或者说我在国内生活了 这么多年 在高中有一个 如意得水的环境 突然要从零开始 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她的心态会是什么样的 她有没有准备好 我应该怎么去帮助她 这都是很多一些 换位思考的问题 所以后面呢 我和一文会着重着重讲一下 沟通的重要性 如果当时我妈妈能够 完整好的沟通 我可以说 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的抑郁 不会那么的严重 或者说不会持续那么久 就像家人的爱 永远是最核心的一个支持 Family Sport 永远是第一位的 所以说 如果能找到一种方法 让我们双方都能够 平心静气地 去体会双方的不义 不仅仅是孩子 体会家长的辛苦 更是家长要体会 孩子难处 真心实意的情感交换 更加顺畅 可以少一些争吵 尤其是当孩子 还处于社会关系 较为简单的时候 或许他们确实无法摒弃 一些自己已有的 珍惜地去交换一个 在大人看来非常有前途 但在孩子看来 可能只是一个 上司给自己画大饼一样的东西 那么他确实非常难以去 成为这样一个 能够有足够经验去 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决定 然而在现实中 家长和孩子确实很难做到 高效期互换立场的沟通 嗯 是的 那么造成这种沟通 障碍的原因 有很多 我想这也是应该就是 最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大家都会今天在这里 听我们两个聊天 现实中达到这种很高效的 让孩子们完全理解到家长在想什么 家长们你们能想到孩子们想什么 是非常难的 起码我可以说我们家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所以说今天就是我们希望提供一些建议 来帮助下大家 就是可能啊 大家有一点点收获就好 在聊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先聊清楚问题的关键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我们和 我们孩子和家长之间的沟通 没有这般的高效 往往是家长的爱传达不到我们身上 我们也理解不了家长的爱 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呢 其实是很多方面的一个现象 最开始的呢 就是我们的文化差异 这点尤其显著是在那些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们 在美国出生 他们接受的往往是美国文化的熏陶 包括这种偏向自由一点也好 而且像 它不像我们中国文化那么讲孝道 一种传承的精神 美国文化更多是让孩子独立地去发挥 自主发挥 这一点和我们家长所经受的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要讲孝道 讲传承 是一种传承的精神 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是在美国途中同长长大的孩子呢 这方面在校图上就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他理解不了家长中 与余中隐含的一些 一些对孝道的理解 他没法去理解这件事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作为留学人的群体 哪怕我们是在国内长大的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老师 都是途中同长的美国人 或者说我们会接受到美国文化的讯号 这一点会让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有一个冲突 我就可以拿我自己举例子 我会觉得我在国内经历的教育 和在这边的教育是两码事情 他们要教我两种略微不同的价值观 我就会疑惑 到底哪一种适合我呢 哪一种是对的呢 哪一种会让我变得幸福呢 这种冲突也是我们在这儿 可能要去提防的 作为孩子我们也要去 变成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对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广泛很宽泛的 我没有办法去具体的讲大 就是给大家提一个引子 然后第二点是经验不对等 我们可以发现有时候 不能说有时候吧 一定家长他的经验太足了 他经历了三四十年的这种摸爬滚大也好 他在社会中的经验都可以帮助他 更好的和孩子看待某一个问题 他家长往往看问题会更全面 看利 看弊 有利有弊 去结合对孩子的一些风险评估啊 一些所有的事情 但孩子做事往往不是这样 我们没有这么多年的经验 我们没有这么多年的这种 失败的经验也好 成功的经验也好 我们做事情往往凭着一股冲劲和拼劲 或者是一种喜好 虽然说我们因为我们是青年人 我们不是小孩 我们也会看利弊 我们也会说 哎呀是不是太危险了 但是我们更多的还是凭着一种本能的冲劲 这点是经验上的不对等 然后第三点就是家长群体天生的优势 这一点呢就是显然一见了 我们家长朋友们 你们一定是经济自由的 对吧 我们孩子我们没有工资 我们没有工作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核心的 因为家长往往占据了一个主导地位 他往往是家里当门的那个人 他掌握家里的经济方面 他有更多的能力 他有本事 他学过了很多的各种能力啊 话术啊经验啊什么的 他在承受压力上也是远远强于孩子的 因为已经是一个完全的成年人了 在社会中经历了很多年的训练 这一点他们就有天然的优势 在沟通中很容易孩子就会落入下风 或者就会被拐入歧途之类 我并不是说家长就一定会 悟导孩子 饮导孩子什么的 我们很多人都是很有爱的 想用爱去体贴孩子 但是因为孩子他没有能力表达出 他想说的话 家长的这种主导地位 往往就会把孩子想说的话带偏 他就没有办法表达出 他想说的内容 就会导致沟通的这种不便利心 或者不正确性 还有一种是先入为主的判断 这一点是我深有体会的 就是我自己的成长速度 就我觉得我小时候 可能十几岁那会儿 我的速度其实成长速度很慢 我是在十五六岁那会儿 突然大变样 就感觉第二年我妈就不认识我一样 这个人变成了一个新的模样 这个时候家长就不可以带着 先入为主的判断 就觉得他还是一年前那个傻小子 傻都不懂了 这种成长速度是家长 一定要考虑其中的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对我来说 然后最后一点也是最最重要的 我放在了压轴 就是共情能力的缺失 就是我们英文叫empathy 它是一种同理心 我这里用的词是共情 而不是同理 就是在情感上 你可能要更多体会到他们的不易 有时候很多的大道理 说出来就会感觉 其实就跟吵架一样 就是你被我着想 为什么为什么 一条一条的就好像在吵架一样 其实更多的是情感上的交流 我们会体会到妈妈的不易 或者爸爸的不易 爸爸妈妈也要体会到孩子的难处 他们有哪些想法 他们的挣扎和冲突 共理而不是共情 共理也很重要 但是共情也相当的重要 在情感上的互相交流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聊了这么多 可能出现的一些 导致这种沟通问题的因素 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聊最核心的一点 怎么去处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想给大家分享一本书 它是 它叫非暴力沟通 它是由 临床心理学家 马逊尔罗森堡 所撰写的书籍 简单单介绍一下这本书 它所提倡的非暴力交流 既可以用作临床心理治疗手段 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自愈技术 尤其是有利于寻求人际关系 和工作中的和谐 在最初的发展中 非暴力沟通模式 足以让人构建正式 或非正式的权利关系 就像我们这次探讨的话题是父母与孩子 这就是一种非正式权利关系 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恢复性的伙伴关系 和互相尊重的社会关系 而不是一种报复性的toxic 基于恐惧的支配性模式 而这种沟通方式 在截止2017年 已经有15篇硕士和博士论文 在108篇或更小的样本规模上测试了 普遍认为该模型是有效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 非暴力沟通的四要素 这一点就是这本书的核心问题了 就是我们在建立一种 非暴力的沟通模式中 到底有哪四点是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观察 感受 需要和请求 它像是一个逻辑链式的构道 最初我们在遇到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作为孩子和家长 有一个冲突或者有一个矛盾的时候 我们第一步是要先观察这个事情 是客观的观察 而不是说带着主观个人色彩的评价 我们需要观察这个事情的起因 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客观因素 有什么样的客观上的矛盾和冲突 把这事情分辨出来 而并不是说 哎 我这件事情很讨厌 我不喜欢这个事情 这个更多是一个评论了 然后呢 过渡到第二点 就是我们的感受 我的感受如何 这件事情是带一点你的个人的评价 你觉得这个事情 你的看法是什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感情 你觉得他开心 你觉得你不开心 你觉得你不喜欢这件事情 这都是一些感受 第三点呢 就是需要 这件事情你到底需要怎么做 或者说你是想要怎么做 这件事情发生了 这也是一个因素 最后一点呢 就是请求 你要和你的父母 或者说是和你的孩子 要做出怎样的沟通 或者交流也好 或者妥协也好 或者让步也好 或者是最正常的这种谈判 这个词可能有点过重了 我说的话是那种 两个人对等了去交流 去分析 去评价 对 要提出一个结实的 具体的诉求 那么可能现在大家看这张PPT 感觉还挺 就是 呃 不是非常的扎实 不能太理解 那么我们会发出了一些 呃 针对每一条要素的一些例子 嗯 是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像这一页说的 我刚刚聊的 就是观察和评论 它是有区别的 就比如说 观察来讲 就是哎 我的上周 我的孩子上周 买书花了五百美金 它是一个冰冷的客观的事实 没有任何人可以说 他说是是好是坏 它只是一个事实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一步 把我们的评价困进去了 说哎呀 我的孩子花钱 太踏手大脚了 所以他都不把钱当事 这种时候 你就会潜移默化的 把你的情绪和感情带进去 孩子会非常敏感的 补格到你的这种情绪 自然而来 一种敌意的关系就会产生 就很不利于 后面的沟通和交流 所以在第一步 我们一定要观察出 这个事情的本身的事情 而并不是说 带一些个人情绪进去 还有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 我的孩子在过去的 五门考试中 没有获得了理想的成绩 这样就是一个 比较客观一些 OK的评价 你就不要说 哎呀 我的孩子成绩很差 他都不喜欢学 这种就是很明显 带了情绪进去了 而对我们孩子来说呢 就比如说 我的父母总是在 同一件事情上 重复一边又一边 我个人其实 并不太喜欢 这个总是这两个字 就显得好像 就有一点强调了 我就会说 哎我的父母 他喜欢重复同一件事 但是呢 有的孩子就会说 哎我的父母好烦人 他就老要说我说我 就好唠叨呀 这种情况 就是带了个人的情绪进去了 就不太合适 容易引起冲突 还有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 我观察到我的父母 在我的身上投资 不如另外的孩子身上多 我觉得我父母 可能有点偏心 这种事 并不是说完全的客观的 不带任何的评价 而是说 你的主观上 你不要去埋怨 你不要去埋怨对方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相比我的父母 太偏心了 这种话 就像我们说的最后一个 关于父母偏心的例子 其实非暴力沟通 并不要求 我们做到完全客观 或不做任何评价 只强调 他只强调 我们要区分出两者的 重要性 当我们无法正确地区分 观察与评论的时候 那么聆听者会倾向于 汲取我们话中批评的部分 而这件事情会让 就是聆听的人 产生逆反心理 最终导致整个对话崩溃 反之如果我们能够 做到这个 或许能够得到 更加积极的回应 也能够让整个沟通的 的结构 可以变得更加清晰 是的 而且我们就是 绝对不想激发 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 他们的逆反心理 这样就会有可能 更强烈的冲突 我们希望得到一个 积极的回应 有效的高效的回应 好 这一页我们交给一文 体会表达和感受 是我们四要素的第二点 那么我将简单地 把它分为三个 一是被压抑的心灵 二是区分感受与想法 第三是分复词汇表 它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要意识到 我们的感受是否被压抑 那么因为人们常常会认为 感受是无关紧要的 重要的是权威的正确思想 而在我们这个case里 也就是代表着权力上位的家长 这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表达内心的感受 需要被鼓励 需要被支持 我相信各位在座的家长 在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 这一点上做得很好 但与此同时 我们需要做的是去体会 去倾听孩子内心的声音 而不是让孩子 在服从的过程中 磨灭了自己的性格 和对家长的信任 区分感受与想法 就像是我们刚刚举的例子一样 就是我们要理解 我们到底是在宣泄自己的情绪 还是说我们在观察之后 得到了一个推论 是合理的推论 那么同样是区分开感受与想法 多多表达自己的感受 而不是去表达一个 类似于盖棺定论的评价 一个尤其是一个负面的评价 丰富词汇表 建立词汇表 让人让自己能够更加清晰的表达感受 同样是表达我很好 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用高兴 欣慰 振奋 轻松 来细化自己的感受 从而更好的去向对方传达自己的声音 只有当我们能够清楚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 表达自己的需求 那么对方才可以更加轻松的意识到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而不是在双方互相宣泄情绪的同时 最终达到整个对话崩溃的结果 是的 我特别同意一句刚刚说的 而且还有一点是我之前读过一个故事 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理论之外 我们要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 就是说小鹰 老鹰 他们在养孩子的时候 一般鹰妈妈或者鹰爸爸 他们会在小鹰羽毛长全了之后 把他们从山下上就直接推下去 就真的是很残忍的一个事情 这样谁能才能学会飞翔 那个故事里是说有一部分小鹰羽就因此 就是可能会受伤啊 或者就哪怕是摔死啊 怎么样 那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 但是就是有一点是我想比较同意的 就是说 有时候孩子在社会中的体验 是需要他们自己一步一步去发掘 靠他们自己经验 这样的体会和理解 才是对他们最有帮助 对他们现在成人也好 独立生活也好 特别有帮助的一点 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我自己来说 就往往是我在社会上自己学到的经验 我自己莫发红打出来的经验 才是让我特别有体会有共鸣的 感受的根源 也就是非暴力沟通的第三个要素 是自身的需要和期待 以及对于他人的看法 更好的感受是对自己的成长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摘录了一段 我对大部分人人生经历的概括 那么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经历过成为情感奴隶的时期 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让他人快乐 也步入过一段面目可赠的时期 我们拒绝去考虑他人的感受或需要 只注重于自己 最终我们都会成为自己的主人 我们能够为自己的意愿 感受和行动负责 但不再苛求自己去负责他人的喜怒哀乐 我觉得就像利又刚刚所说的 我们每个人都将独立去成为自己的主人 但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在我们能够成熟的 感知到自己的基础上才形成的 让孩子一味的顺从 并不会让孩子带来对人生全新的思考 反而会去剥夺他们感受的能力 从而永远成为一个家长羽翼下的孩子 没有办法成功的飞 如何请求帮助 也就是最后一点 也是我刚刚在前三章议题里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 我们要清楚地告诉对方 我们需要他们做的是什么 提出的要求要越具体越好 在这里我想再引用 马歇尔·罗森堡在书中的一句话 我们越是将他人的不顺从 看作是对我们的排斥 我们所表达的愿望就越有可能被看作是命令 含糊不清的表达会让人难以理解 你究竟想要什么 并很有可能以爱之名裹挟 将合理的要求变成不得不服从的命令 而在那一刻 父母和孩子的沟通就会产生极大的问题 因为父母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回应 而孩子也并不知道父母要什么 只能感知到父母的情绪 和来自父母的威严 是的 刚刚一文说的句话 我其实会很有共鸣 就是说我们将不顺从看作排斥的话 我们就会在沟通上 一时更加的难以去沟通 第二我们的愿望就会被看作是命令 我们就有带有那种命令的语气 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很好的 真的是衔接到这一点上 我们的沟通是核心 永远是互相理解 作为家长和孩子之间 我们永远不会有一个敌对的环境 我们始终是一家人 对吧 我们不可能是说 我们是故意为了对方怎么怎么不好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就说有时候我们表现出的敌 我们表现出的抗拒 永远不会是排斥 他不会是说孩子或把家长完命的推开 想让他们怎么怎么不好 只是说孩子可能会觉得不习惯这样的事情 他不想接受这样的命令 他不想接受这样的安排 而对于家长来说 可能是家长他不习惯孩子这样去判逆 这样去反抗 这样去抗拒他所提供的一切 尤其是抗拒家长提供的爱 这次讲座之前呢 我们发出了很多很多的问卷 我们也采集了大家很多很多想问的问题 在这个环境呢 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看一看这些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的东西 其实最后只搞 弄到了三个小的subject 我们一起来仔细的聊一聊 看看孩子们是怎么想的 看看大人们是怎么想的 只有当大人们知道了 孩子们大概在想什么 你才能至少跟他有一个比较正常的沟通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就真的是 真的是那个怎么说 对驴弹琴 还是对牛弹琴 对牛弹琴 我记错了 对 所以说我们就来看一看吧 首先第一点是我们在问卷里 被问到最多对落的一个topic 就是对时间管理和游戏上 很多的孩子的代表会有这种矛盾 其实看着孩子对时间管理啊 经常是你知道 比较凌乱 或者说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或者会多玩一会儿游戏啊 沉迷游戏之类的 这个问题我们就来仔细看看 两边都是怎么想的 屏幕的左边呢 白色 是我们孩子们的想法 我可以给他概念一下 想对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安排 过度的干预是侵犯我们孩子的隐私 过分的参与是对我们的不信任 不够尊重孩子 在我们青少年这个层次之中 不把我们当有独立意识的个体看待 这是我们在问卷中收集到的一些想法 我们再来看看家长们的想法是什么 有些家长会说 哎呀 我们的经验更多 你们应该听我们的安排 我们有更多的经验 我们会让你就是走上一个你认为幸福的 或者成功的道路 有时候家长们会说 哎呀孩子他就是 他还小嘛 他不懂这些东西 他就是在浪费时间 他应该为了他的人生去努力去奋斗 我需要纠论他的行为 或者还有家长们会说 哎呀游戏啊 会让孩子沉迷 就跟吸毒或者赌博是一样的 他会丧失 让孩子丧失所有的注意力和这种意识 就是沉迷在那个游戏里了 这一点呢 双方一定是会有很激烈的冲突 或者是这种辩驳也好 有时候会吵架也好 在这点上呢 我是想为两方都做一个辩护 没有人是固定横对的 我不会说家长一定是对的 我也不会说孩子们一定是对的 他们都有各自的科技之处 所以在沟通中呢 我们就一定要 在就具体事例具体分析 或者说在每一点上 看到每一点的不同 看到我们的初心 比如说家长说了一句话 但背后可能是有他的愿望和初心 他的想法是我们要去看中的 所以说 对家长朋友们 我想对你们说几句话 首先呢 对孩子来讲 时间管理上 他大了 青少年以后 确实要给他一些自我成长的空间 他自己要慢慢学着去安排时间 无论是为了家长的独立自立也好 还是为了他自己的这种 哪怕是这种管理的意识 自我管理的意识 自我安排的意识 让他慢慢尝试去做这一点 最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其实是尊重孩子的隐私 有好几个孩子们 在文件里填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特别想让我聊一聊隐私的话题 就是如果我们长大之后 到青少年 我们就不再是小孩了 我们对隐私看的其实是非常重的 尤其尤其是在美国这个环境 我们是特别讲隐私 Privacy 这东西是很大的一个权利 有些时候 有一些底线 确实是在一定年龄之后 家长不能够去跨越的 这点 我不想说得很严谨 因为是什么呢 在大的方向上 家长一定要是 使堕了那个人 我们绝对不希望看到孩子 在那种黄堵路 这种堕落的路上走得很远 这种损害自己身体 或者是威胁他人生命的这种事情 这种严重的底线 是家长们绝对不能够退步的 但是我也不是说 家长就可以看孩子的每一个事情 看他是不是沾上这个习惯了 是不是这样不好了 要慢慢建立一种信任的亲和关系 慢慢地让孩子信任 他遇到这种大的人生问题的时候 他会去跟你聊 所以说给孩子隐私 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且重大的事情 你要有一个取舍 你不能什么事都管 你也不能什么事都不管 你要去拔了那个洞 但是呢 也要让孩子有他 开始让他自己有他的 走的方向和曲线 也要尊重孩子们的人格 他们将来会是一个 完整独立的个体 而不是说像 可能说的很小难听 像家里的一条宠物一样 孩子们拥有他们自己的 未来的方向和人格 这一点尊重是一定要给到的 然后游戏这一点 就是 这点是我个人的亲身经历了 因为我其实玩的游戏不少 我妈妈就是 她也经常会猴我 就是SV玩游戏 老玩游戏 就是这种 但其实我经验来看 我的来美国之后 我的英语进步得很快 一方面是和游戏有关系 也和音乐有关系 她能给孩子带来很多的 这种比较宽泛的知识 她可能并不像你的学习 她是在某一个物理 数学 音乐 这种某一个方向上 登峰造极 她往里深沿 很多游戏 其实会附带着一些历史 地理 政治 这种很宽泛的信息 她又能开阔孩子的眼界 还能够开阔 在某一些方面上 开阔孩子的认知 她的清洁设计的时候 是很巧妙的 所以我又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在国内的一个家长 她是带着孩子打那种 青少年玩的游戏 那种类似于任天堂 那种在清洁设计上 是亲子游戏 这方面我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羡慕 因为我家长 他们其实不怎么玩游戏 就是我一个人在玩 对 但是呢 我也不是全偏着孩子说 我一定要说一些 就是我现在看来 因为我20岁了 我要说一些 我认为大道理的话 就是可能这种孩子们 你们也要听一下 对孩子来说 家长永远是爱我们的 他们不会说 刻意的去毁灭我们 去毁坏我们 不然他就不会生你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他起码 最起码是带着一个 爱你的初心 可能他在某些方面 他的认知会和你不一样 这个时候就需要 你去和他指出来 你觉得哪些地方 他做的不对劲 你们要平心静气的 去探讨 去理解 孩子们最重要的一点 要认识到 大人们的经验 永远是比你充分的 他们吃过更多的苦 他们掉过很多的坑 他们不希望 你也掉到这些坑里 他想把他们的经验 传导给你们 有时候可能 方式可能不是很合适 有时候你会觉得不能接受 但是你一定要理解 你要善于 把他们的说的这些话 把他们说的核心思想 抓出来 就像做题 做英语题的 阅读理解一样 把这些经验 人生经验 抓出来 运用到你自己身上 这样以后 你就不会掉进 那个坑里了 你就不会以后 二十岁二五岁 有一天就 叭唧摔很惨 遇到了一些很大的挫折 这是在场最想避免的 也最像他们最想做的 然后有时候 包括我自己 我们毕竟是青少年了 我们的自制力 有时候没有那么的充分 可能有时候 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 我们会需要一些外力 比如说沉迷游戏也好 或者说沉迷某些事情也好 我们会有一些时候 真的是沉迷进去 就算不出来了 我们会需要 下两的一些外力 去帮助我们 他们并不是说 就是限制你 就是绝对不让你怎么怎么样 他们只是为了帮助你 为了让你好 十点就和我的初心 联系起来了 对 所以就这一点 真的是希望两方中 能够互相理解 互相看到对方的观点 互相看到对方的难处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好 我有点说的太长了 我们继续 就一共三个subject 我就会尽量的缩短一点 第二 就是也有很多孩子问 精神健康的问题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 现在好多孩子 他们有这种疑惑和问题 现在信息的渠道 越来越多了 比如说有的孩子会问 有些家长 他们可能更关心我的成绩 他其实不太在乎我的感受 这是孩子的看法 或者是引用他们的看法 我没有表达我的看法 有时候他们会认为 家长说 哎呀 精神健康不是病啊 就是你 就是最近情绪不好 哎呀 三周就好了 撑撑撑撑撑就过去了 他们可能会认为 有些家长会这么说 有时候有些家长 也会给孩子一些评价 他们会说 哎呀 你又说我胖啊 你又说我就是怎么样啊 之类的 或者说你又说我成绩不好啊 之类的 孩子们也希望家长 能够接受一些不一样的观点 或者是觉得 孩子不成熟啊 他年轻 在文卷里 好多孩子都会这么写 觉得孩子就是孩子不成熟 他希望家长能够 把他看得像大人一样 而家长呢 在这方面 在文卷里其实提的 会相对少一点 但是他们会问 有时候就说 孩子的情绪波动过大 他们应该怎么处理 怎么去保持孩子精神健康 这方面 我们其实会有 很多很多的话想说 但是时间关系 我就会尽量浓缩一下 首先 对家长的 我想说 精神疾病 绝对是一种真实的疾病 它有时候是在 大道的一种病变 你的神经元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他觉得就是 就像感冒发烧一样 它是需要你 正常人的去治疗 哪怕是therapy 心理治疗 或者是吃药治疗 它都是一种有效的治疗 这种疾病的方法 是有很多的出发因素 所以我看到有一个问题 是说 孩子们的错 或者精神健康 都是家长的错 其实是不对的 不全是家长的错 或者说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因素 各种各样的 学习压力 学业压力 社交压力 家庭环境 各种各样的因素 揉在一起 才导致了精神健康方面的 这种可能的问题 我也不是非常喜欢这句话 因为我知道 这种论调 会让孩子陷入到一种 受害者的角色里 而这种受害者思想 是会带来一种潜台词 就是 我只能靠别人来拯救 我自己是没办法拯救自己的 那么其实不然 如果我们陷入了这种思维 反而会 加重一些 就是让自己的能力 反而就给自己的能力 不那么好 找一种借口 而这对 所有人的成长 都是不太好 是的 把所有事情 都怪到家长身上 绝对是错误的 这种事情 只会让孩子找一个借口 让他变得不自信 他就会说 是别人导致了我这个问题 我就是这样 我开摆了 我摆烂了 这是我们孩子 用的一个词汇 就形容唐评了 这种借口 会挫毁他一个孩子的自信 慢慢变得 没有那么有自信 能力也慢慢会下滑 特别谢谢一文 我们继续 说家庭环境 家庭环境和孩子的评价 是很重要的 一个青少年 或者说 车位前的时候 他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 都是在家庭中度过的 可能上学以后 是 他会去上课 但是每天晚上会到家 他会在一个放松的环境里面 度过在很长一部分时间 这部分的评价 和这种因素的 这种一个稳定的环境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就是 我最想特别想猜到的一点 寻找帮助 绝对并不可耻 我们叫remove stigma 这是英文 中文叫去污名化 就是在我们亚裔文化中 我们会对这种 精神健康 对有一种污名化 启示的感觉 就好像 你看那个谁谁的孩子 他好像有心理疾病 好像那么可悲可耻一样 并不是的 就像我们说的 每五个钟 只有一个孩子 会有精神疾病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生理的疾病 它就和感冒一样 没有什么可悲可耻的 如果有问题 就去寻求帮助 就像你感冒了 你就会去看医生一样 你不会说 我感冒了 我好自卑 我好可悲 我就白烂了 不是这样的 所以寻找帮助 永远不可耻 而且我们永远鼓励你 孩子健康 永远是第一位的 然后还有一点是 家长们的一言一行 也会影响孩子 就是和家庭环境 是一个 类似于是一条了 我们的每言每语 有些孩子 其实是很敏感的 我们会有一个故事 分享给大家 其实很多 哪怕是患有精神疾病 或者是我们这个 年轮的孩子 我们其实非常敏感 我们能够猜到 你们想说什么 我们能够知道 你们的微表情 你们在暗示什么 所以就是有时候 要想照顾孩子 家长们一定要 先照顾好自己 让你们自己的情绪 先就是保持一个 比较positive 比较积极的情绪 你们才能够在 无形之中教育好孩子 帮助好孩子 又说了这么多 那么对孩子们呢 有一点非常关键 大家都不是心理疾病的博士 或者医师讲师什么的 我们都是学习者 我们都是 在学习的路上 我们应该一起去学习 而不是说纸子在这 哎呀你这个教的不好 你这个教育的不好 这种情绪是没有帮助的 也不会帮助到你 也不会帮助到家长 所以我们应该一起学习 这种所谓的将来的路 应该怎么走 然后这一点 下面这一条 其实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 并不是都会那种情绪失控 大家可能失控都是对我来说 我的妈妈经常是教育我 你要慢慢学会控制情绪 而不是被情绪控制 就是你要慢慢的 学会在 就是那种很生气 或者很难过 或者很抑郁的时候 慢慢学着和它共存 慢慢适应它 慢慢之后再调整它 而不是让情绪调整你 这一点对我是特别有帮助 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们觉得合适 就是也可以 就是对就听一下 但是就again 它是对我本人的一个 一个建议吧 然后最后一点 就是爱 这一点其实是很多很多 家长朋友们 在文章里提出来的 就他会觉得孩子们 好像不够理解 他们的支持和爱 就无论家长朋友们做什么 你们去提供怎么样的帮助 好像孩子们都觉得无所谓 他们不理解 他们也不会感谢你 他们也不会感激你 这点真的会让 他的朋友们很伤心 我和我妈妈就真的会有这种话题 他就会觉得真的是付出了很多 孩子们意识不到 这点呢 我就先从家长朋友们开始讲 家长们就会说 为什么我们提供的都是爱和support 孩子还要这么叛逆呢 他为什么就不想听我们的这种 建议也好 我们的爱呢 对我们传奇的爱不理解 有一句话是 家长朋友们才问见李钱呢 他说爱是恒久忍耐 并有恩赐 对我就放在这里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怎么鉴别真爱和表面假装的爱呢 这一点其实我待会也会说 就是孩子们 真的是会假装你知道吧 假装啊好谢谢你 这种之类的 但是真爱一定是藏在这个下面 我们慢慢的讲 然后我们再说孩子 孩子呢 他们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特别stid out 就是让我发现很深刻 他就觉得家长不爱他 只是爱孩子的这个概念 他只是爱一个穿成纽带 这个可能是个例了 就并不是所有的代理都是这样的 但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个例 但是我也想讨论一下 然后为什么要生下孩子 生孩子的意义是什么 孩子家长的爱理 是不是夹带着期望和回报 都是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 其实是 他会想很多事情的 他并不是一个纯白的白纸 其实家长 我们在做research的时候 也读到了一些文章 其实我们会发现 家长这个群体 他们会观察自己的小孩 但是他们更多的是 根据自己的经验 然后根据自己的观察结果 所有的自己一套 对于育儿方式的想法 但是很少去有人关注 孩子对于家长的观察 其实孩子对于家长的 方方面面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尤其是很多孩子会去 去观察家长 非常非常细小的事情 来用然后来用这些细小的事情 论证自己是否被爱着 那么 那么这种观察 以及我们的文化背景 让我们即使观察到了一种结果 也不会去直白地表达出来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其实要表达出自己的感受 因为当家长认为 我在做爱你的举动 我做的爱你的举动 是比如说 我监督你的成绩 我帮你做家务 我给予你经济支持 但是或许孩子需要的 只是你的信任 但是这种观察 即使我们观察到了 但我们没有沟通 导致我们给予的东西 是对方不需要的 那这一点就导致了 孩子会有 会不会我的家长并不爱我 因为他从来不听我在说什么 而家长也会有一种 我都已经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了 但是却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结果 是的 是的 我特别认同一文的这个话 就是沟通真的是 建立在你们爱的基础上 它能让你们两个人 就彻底的bounding在一起 就能够记得到 对方到底是想做什么 这种理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也是我们一定要 努力去做到的 所以就我接着一文的话说 我们要回应家长朋友 那些问题 就说到底为什么 家长会觉得孩子 不理解他们的爱呢 除了一文说的这种 沟通的不充分以外 还有一种 有可能是方式的问题 就比如说 可能像一文刚刚举的例子 孩子们需要的是信任 需要的是支持 他不一定需要那些 金钱的帮助 可能等孩子大了以后 他可能真的上 是可以维持自己的 他需要你去关心他 去爱他 但这个时候 如果家长朋友们就说 我给你打点钱吧 就是好像我很关心你 然后就是觉得 哇孩子应该会很开心吧 收到钱 但是孩子其实需要的是 你去看看他 就这种问题真的是 沟通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而且还有一点是 关于你刚刚那个期望的问题 我其实也想聊一聊 就是有时候 我自己小时候会有一些疑问 就说妈妈养我会不会 就是说将来大了 我可以回报他 他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养我 而不是说爱 就是回应孩子的那个问题 他是不是支持爱孩子这个概念 我觉得我可以90%的担保 绝对不是的 家长们对孩子的爱 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 多面性的一个东西 当然期望肯定是一部分 他希望你看到你将来成才 你将来成功 他不一定是为了回馈 他不一定说 你将来成大了要回报我 但不是为了这个 家长们看到孩子成功 这件事情本身 就会给他们很大的高兴和快乐 他看到他们爱的结晶 在将来能够资历 能够成长 能够成功 这是一种莫大的成就感和快乐 是一种爱的帮您 而且除了这一点之外 当然回报我们是肯定要提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是讲究传承 讲究孝道 我们是一代一代人的传承下去 把我们的文化 把我们的精神传承 这种传承就一定会有着 一环扣一环的回报一程的连结 这层文化是我们中国文化 逃不开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它是很正常的 也是一个很客观的现象 我们不需要去回避或者去污名化它 这是一点 我看到一文有些话想补充 对 因为跟呃就是就这个回报问题 我其实在两周以前曾经跟我妈 因为类似的问题呃探讨过 就是我当时会认为 我自己一直以来给自己的压力都很大 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父母呃移民过来 放弃了自己国内的事业从零开始 然后不仅是精力也有财力方面的损失 那么去回去回报他在我身上的投资 那么我一定要变得很好 变得很棒变得完美 变得他能够拿我出去跟所有人比较 并且可以非常自豪的对我 但是同时我也会觉得 或许我确实在成长的过程中 花了很多父母的钱 而在这一刻我已经能够 在20岁已经能够去独立出去打工的时候 我是否应该不再使用父母的呃经济支持 然后能够让他们多为自己的养老存下一点钱 但是后来我妈妈包括我们在问卷里得到的回答 就是他说您的我们问我们在问卷里回呃 提了一个问题是您的孩子将来做什么 会让你改到快乐 我们得到了非常多的回复 但没有一条是有关 我希望他将来能够为我养老这样的话题 所有人都在期许着孩子能够独立 生活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能够做一个内心阳光健康喜乐的人 没有任何一个回复是跟金钱有关的 就是当我去在意因为一些经济问题 呃我是否应该呃在一个年轻的年纪 能够能够帮助的年纪去承担经济压力的时候 其实我的父母根本就没有希望我去管这些 他们唯一对我的期望就是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所以呃当然我们说这个问卷是匿名的 但因为我知道我妈妈是什么时候填的 你不要笑 我知道我妈妈是什么时候填 所以我能看到我妈妈的回答 我当时是很感动 我妈妈在呃给孩子打分这里填的是一个十分 是一个满分 是当时我们整个问卷的第一个满分 我是非常非常高兴的 然后我还看到了我妈妈希望我做一个内心阳光健康喜乐的人 所以我真的是看到了之后我就打开我的房门 冲到我妈妈房间里去给他一个拥抱 因为我们在探讨完那个那个问题之后 我其实还有一些顾虑就是我的父母到底会以什么一种方式爱我 他们真的会觉得我呃有优点吗 会有这样的顾虑 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很自信吗 但是其实我妈妈即使有的时候说我房间收拾的不好啊 做饭做的也不是很好吃啊 但是他还是很爱我 然后觉得我是他心里满分的那一个 这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嗯我特别会理解这个英文说的 就是我也是我也偷偷看到了我妈妈填的是什么时候 然后就是他也打了一个九分嘛 但是有时候就是父母的一句简单的鼓励一个评分 就让你真的是让孩子感觉很感动啊 他原来是一直在那里支持我 他一直在爱我 又说的有两点我想继续就是继续聊下去嘛 就是关于这个孩子的话题 世俗的金钱这方面我们是没法避免的 因为我们现在来要生活嘛 要吃饭要睡觉 心情方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但是父母对我们一定不是说带着这种出发点 说是你要咱们要给我挣钱养我 一定不是这种出发点 中国文化讲的是一个传承 是一代一代向下走 而不是说一代一代向回走 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塑料的一个事情 永远是一代一代把我们的精神 把家族把家里的这个传承文化传下去 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大家虽然说会为金钱考虑啊会忧虑啊 但是就也不要太担心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对 然后还有一点我特别想强调的 就是为孩子们为家长们都要说 这最后一句话 无论有多少困难和险阻 孩子们和家长们对你们彼此的爱始终都会在 这是一种天生的爱 谁也打破不了的爱 家庭的爱 他不会说是任何一件事情可以阻挡他们 不会有那么简单 只此而已 所以就 对 大概今天就是关于爱想说这么多 不过呢 还有一点是关于理解的 就像我们之前说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沟通 除了了解孩子们在想什么之外 要达到完美的沟通 就一定要理解他现在在想什么 again 这个一定是要去结合一些具体的问题 具体的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要去问他 你要去跟他聊 不过艺文刚刚有一点 就是也是让我就是 感觉了起来很 很赞同吧 就是这个理解 往往是需要一个 常年累月的一个bonding 他不是说可能 现在你和你的孩子 关系不是很好 不是说我今天突然说 哎呀我要和你好好聊 突然就好了 就我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那一次我很生气 就是因为一件事情 我和我妈妈闹矛盾嘛 我妈妈就和我去说 来你坐下再来聊会儿呗 她喜欢跟我谈心 我当时就很生气嘛 我在戏头上 谁跟你谈呀 我就自己跑了 我就跑到我房间去干我的事情了 就是这种 达到这种爱的信任 这种bonding 一定是常年累月的 它不是一到一期可以变成的 可以著成的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 在生活中慢慢去实践一点点 你一定会发现 你们的关系是在越来越变好的 你们的关系是在一点一点 向上往前进的 这种理解 这种设身处的理解 一定会是有帮助的 对 就是想说这一点 然后 除了说了这么多空的东西以外 你不算很空吧 还有一点是 我们到底能做什么 具体的事情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的沟通四个要素 那么就是我们要观察对方 不管你是小孩还是家长 你要观察感对方的感受 然后以及提出自己的需要和请求 我们要给予 我们在沟通中要给予互相同理心 并且要把这种同理心施加到沟通上 要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 而不是在心里默默的知道 以及家人之间的沟通 永远不是一个排斥的 永远是需要所有人去慢慢构建出来 然后不要去有这种排斥态度 就说我不想跟你聊 因为我们是长辈和小辈之间关系 我觉得你知道理解我是理所应当 其实不然 因为我们都是先是人 然后我们再是父母与孩子 那么听到批评的时候 大家一般都会以生变或退缩 生变退缩或者反击 然而一旦专注于彼此的观察 感受和需要的时候 我们才能真正发现内心的柔情 和对自己与他人产生全新的体会 那么我想最后用一些事例来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要明白父母与孩子 是因为亲情维系在一起 我们所作所为永远不是处于 永远不是因为对于彼此的憎恨或者控制 相信今天来听讲座的各位都是拥有中国文化背景的 跟同时在这个刘亮医生的文章中写到 就是说跟西方的一些国家人比起来 我们会更加关注家庭的情感联系 当然这是有利有弊的 中国的成人犯罪率比美国低很多 一种观点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在做坏事的 有在有做坏事的冲动之前 会本能的去思考这件事情会不会对我家人产生影响 如果我做了我的比如说我的小孩不能考工了 类似这种感觉 如果我要是真的进了监狱 那么我的家人和孩子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想法而决定就不去反罪了 这就是一种重视家庭情感联系而带来的好处 现在的青少年很多也是非常在乎父母的 只是他们也不会把不会把这种在乎通过言语表达出来 这样看起来其实我们家长和孩子也没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包括我们现在放在PPT上这句话 他说他对于父母他对父母说你要让你的孩子能够站在地上走路 你得舍得把他放在地上 这样他才有机会靠着自己的双腿前行 对于孩子说你要让父母放心你能够自己走路 就要首先锻炼起自己的能力 让父母看到你有能力 而不是说我觉得放任你一定会出问题 那么你还要求我放任你 就是你作为孩子也必须要让父母在你的能力方面放心 这样他们自然看到了就不会再干涉你的很多生活 最后我想要让您说 没问题太客气了 我就是说不只是看到能力 有时候看到一个态度也很重要 就像我们的生活中经常是 我慢慢会说你看李友他今天在努力做某件事情 可能成功与否他并不是特别care 他可能更在意的说是他尝试去做了 他用你权利去做某件事情 这种态度我往带的就会是一个积极的结果 尝试去走路就是一件很完美的事情 我完全赞同 那么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 Theory吧 它叫做爱里克森社会心理发展阶段 大家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 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 其实都有社会心理危机 都有需要思考的问题 并不是说我活到一个40岁 有了小孩的年纪 我就可以停止思考 我的心理健康 我的社会心理 我的心理在社会学上就不会发展了 其实不是的 正如爱里克森和他的妻子穷 爱里克森发现的一样 如果要成为一个健康并且有建树的个体 我们的成长必须是循序渐进且永无止境 直到我们入土的 所以我们要跳出一个局限 就像我们讲座的副标题所说的 即使我们已经为人父母 但是我们仍然在学习 仍然在成长 我们常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 但是也许父母也是孩子的第一个学生 当我们在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去教育孩子的时候 或许自身也在受到时代以及新事物的冲击 与孩子沟通可以成为一种学习的过程 而我们希望这个讲座 可以让各位家长在沟通时 放下一些作为长辈的架子 以朋友的态度 去给予对方最大的信任 让您和您的孩子之间能够创造出平等沟通的环境 而对于孩子来说 我们本身就经历了快速的成长 在各种信息与机会朝我们扑面而来的时候 我们肯定会在面未来面对独立的快速疼痛和更多的挑战 而我们的父母尤其是在东亚背景下永远是我们在追逐日月星辰苦道上能够回归的港 对的就像永远说的我们的成长愿是无止境的 不过我特别想鼓励一下在做各位的每一个家长和每一个成长年朋友 你们今天今天来到了这里听我俩这么唠叨了一个小时 你们就已经在成长了 你们就在探励到成长的道路 你们愿意为了你们的孩子或者你们的父母 或者你们的家庭关系 你们在做出努力 所以我特别想给你们鼓鼓个掌 特别谢谢你们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正式的讲座应该就到这里了 画面是现场的问答环节 对就像Iris就是说的 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现场的问答 大家就是可以聊聊你们可能有的困惑 或者想问我们的问题 对或者问各位家长朋友也可以 请各位有问题的人可以先举手 然后我们按照举手顺序 然后各位开卖发言就可以 如果想要挡在chat里也可以 没问题 是的 就是再强调一点 就是我们要保持尊重 保持乐观的态度 我们不要批评大家的各种观念 可以了开始吧 Iris请您开始发言吧 我们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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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太一